这条狗为了逃脱训犬师的掌控 刚跑出房间就摔了个跟头 它拼了命地想钻到桌子下面 却被牵引绳牢牢地控制在原地 狗子疯了一样地来回手 就算磕到椅子上也没有停下 为了避免它伤到自己 训犬师将战斗场地转移到了客厅 狗狗就那样一遍又一遍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可是因为身体太过肥胖 没动弹几下就不得不停下休息 然后卯足镜头 跟训犬师开启第二轮的拉锯站 等它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后 训犬师跟主人才发现 地上到处都是鲜血 而狗子的嘴角已经被牵引绳刮破 半边侧脸都染成了红色 看到爱犬被折磨成这副模样 女主人一边掉眼泪一边擦地板 但却没有责备训犬师的意思 因为她知道 狗子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 跟全家人都脱不了干系 她说狗狗15天大的时候就被抱回家了 起初软萌的样子非常可爱 可是仅仅一年半的时间 就被家里人喂成了一只超级胖子 而且脾气越来越大 越来越不稳定 有一次狗狗来找女主人玩 妈妈看到了就也想加入 可是还没等她迈进房间 狗子突然恶狠狠地咆哮起来 甚至试图撕咬她的右手 母女俩被狗狗突如其来的便利下猫猫 女主人下意识深深 想安抚狗子的情绪 没想她转过头又是一口 这种无差别攻击 让全家人都陷入了恐慌 起初大家还以为 狗狗是不是特别偏爱女主人 所以不希望单独相处的时候被人打扰 可是几天后一家三口看电视时 女主人只是搭了下爸爸的肩膀 就被狗子扑上来咬了一口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 狗狗的攻击并没有特定目标 她会随机选择一位家庭成员 把对方视作自己的私有物品 只要有人想靠近 就得提前做好阿养的准备 除此之外 最让一家人无法忍受的是 这条狗已经快半年没出过门了 自从女主人带她做了绝育之后 狗子就变得异常敏感脆弱 拒绝外出 拒绝下楼 只要看到有人拿起牵引绳 就会开始疯狂咆哮 如果想来硬的 那么一定会被咬 考虑到家里人的安全问题 还有狗子在家拉尿的卫生问题 女主人下定决心 向专业训犬师发出了求助 训犬师刚一进来 狗子就像受了某种刺激的 开始拼命嚎叫 还一个劲地摆动耳朵 试图听清楚这些人类都在说些什么 可训犬师只是扫了狗子一眼 就再也没有给过他正面 这一眼仿佛在说 你随便叫 反正我也没把你放在心上 紧接着 他就和女主人 还有爸爸妈妈聊了起来 全程当狗不存在一样 结果没一会儿 狗狗就彻底安静下来 有些尴尬地趴到了地上 这时训犬师说 狗子先前之所以那么嚣张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得到了过多的关注 他会觉得全家人都很在乎自己 就算犯了什么错误 也是能够被无条件原谅的 所以才敢一次又一次 试探女主人的底线 从不想被触碰 到不想拴牵引神 再到不想出门 最后开始无底线养人 其实狗狗本性不坏 也很好矫正 问题的关键在于 主人能不能狠下心来 他让女主人拿出皮带 强行给狗子套上 就算中途再怎么威胁反抗 也绝不能心软 而当皮带扣紧了一瞬间 狗子突然停止咆哮 露出了些许害怕 然后灰溜溜地躲到了餐桌下方 似乎不知道 平时对自己摆一摆顺的家长们 怎么突然间强硬起来了 随后训犬师缓缓上前 试图将狗子拉扯出来 哪知他猛地甩头 居然挣脱了项圈 狗子迅速跑回客厅 坐到沙发上面 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 试图博取同情 可是当训犬师让女主人 给他重新带上项圈时 狗子又一次开始了反抗 而这种反抗在扣好项圈 训犬师抓住牵引绳后 到达了巅峰 他一边疯狂撕咬牵引绳 一边朝主人的方向不停逃窍 甚至用两条前腿 扒住爸爸的裤子 不愿意松 可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这条狗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挣扎了几十下后 他蹲到角落里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甚至不断抓挠阳台的玻璃门 试图逃离训练现场 最后竟然因为扛不住压力 尿在了瑜伽垫上 爱犬这副模样 让女主人心疼地抿住了嘴 但是下一秒 他就看到原本平静的小狗 突然抱起 开始更加激烈地撕扯牵引绳 为了让狗狗平静下来 训犬师松掉了一截牵引绳 结果他掉头就跑 跑到一半 他要扭过头继续撕咬 这时训犬师才发现 狗子经过的地板上全是血滴 看起来是绳子刮碎了牙龈 他立刻起身给狗子摘掉了项圈 而狗狗趴在地上满脸是血 整个房间都回荡着他粗重的喘息 训犬师说这种情况 是因为狗狗太过肥胖 导致牙龈无力 所以才会咬几下绳子 就被磨出了血 如果这条狗再不减肥 那么他的寿命可能只有三年 听到训犬师的话 女主人一边哭一边擦着血滴 他也知道自家狗狗 有点胖过度了 但是没有想到会如此严重 等到狗子情绪稳定一些后 训犬师给他重新系上项圈 又温柔地擦掉了血子 接着把牵引绳还给女主人 让他一遍又一遍贴近狗狗 直到他慢慢熟悉 不再抗拒 然后推到远一些的地方 右手拉着绳子 左手轻轻拍打自己的大腿 让狗子知道牵引绳没有危险 主人也永远不会害他 这样坚持训练一个月左右 狗狗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这一家人很明显 就是因为过度溺爱 给自己跟狗狗都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其中有一幕是全家人围在餐桌前吃汉堡 女主人已经叮嘱过很多次了 不要给狗吃人类的食物 可妈妈还是禁不住狗子的请求 拿了根薯条喂它 也正是这样长期无底线的喂养和纵面 让狗狗胖成了不健康的模样 身体虚得不行 所以提醒各位小伙伴 宠物胖一些是比较可爱 但这个可爱一定要控制在健康范围内 否则对狗狗来说就是灾难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